诺大的天空意识堂 人身顶沸 坐无细斜 时不相瞒 坐来惭愧 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神明 今日聚集于此 却只是为了决定人类文明的虚拥 坐在会场中心 这个万人瞩目的脑头叫宙斯 他是英灵殿意识长的会长 如黑洞般深邃的眼眸 汲取了整个人的精神 别看到头这么瘦骨灵循 躺着也能轻松解决灵 那手中的小锤 不是浩天的主损 而是权力的象征 一锤定音代表万千神明 好了 我宣布 一千年一次的人类存亡表究大会 正式开始 诶 这就是神明大会吗 真是壮观啊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 叫葛露 是女武神十三姐妹中的小妹 而站在她身边 一年严肃的漂亮姐姐 叫希鲁特 也是女武神十三姐妹之一 不过她是大姐 义士堂没有她俩的席位 因为她们只是半人半神 那么提问 在接下来一千年里 人类应该是继续存在呢 还是应该给予其中墨了 神明们的旨意 请昭示吧 随着老爷子的审判发起 众神们也纷纷做出了回应 破坏和创造的神明 师婆躺在魔坛上率先表态 直接给那两个唱 她认为人类太过愚蠢 完全带不动 下次准备选个别的动物进化 确实 正如师婆大人所说 这一千年 整个世界都变得丑陋了 大海被污染 森林被毁灭 许多物种 都开始灭绝了呀 美女之神 果然是风姿臭月 碧月秀华 不知女神大人 还缺凳子吗 说来是投票大会 但实际上 却成了对人类的批判大会 众神不约而同的 投出了周末票 一时间 急于周末的呼声 万绝于耳 响彻人间 周末 诶 正如希鲁特姐姐大人所料 众神的旨意是周末 那人类就 那人类就 真的会灭亡呢 希鲁特回应了 哥鲁心中的质疑 更让哥鲁惊讶的是 姐姐大人 竟然还打断了 宙斯大人的宣判 请等一下 嗯 竟然敢对众神的决定喊停 希鲁特的这一壮举 成功引起了众神的注意 诸位大人 在下实在是诚惶诚恐 但心有一事 不得不说 住口 不留恩希鲁特 区区一个半神 竟然在主神的会上造死 北欧的最高神奥丁 严厉训斥着希鲁特 奥丁也是一位 看起来凶神恶杀的长者 他并没有亲自开口说话 待机他的 是一黑一白两只神鸟 不过 他却被无视了 人类的暴行确实数不胜数 但仅仅是消灭他们 这未免也太缺乏艺术感了吧 不如再来测试一下 人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以展示咱神明的慈悲和神威 希鲁特告诉众神 测试方法就是 神与人类最终斗争法 神与人一对一对决 双方同时派出13名队员 先获得七胜的一方胜利 若人类获胜 便可继续存在一千年 而失败的话 就会被瞬间灭亡 这个条例 自人类诞生以来还没有用过 因为人类战胜神明的情形 绝无可能 所以这个条例 本就是众神的一个玩笑 很显然 希鲁特成为了会场中最大的笑话 他被众神所嘲笑 人类怎么可能战胜神明呢 但希鲁特并没有退缩 继续说道 那么 神明们的意思 是灭亡人类 与人类避而不战 难道是 缩卵呢 好家伙 希鲁特这条激将法 还真是大胆且粗鲁啊 为了让所有神都能听到 缩卵这俩字 还故意卯足了劲 想撤云端 因为他知道 只有这俩字 才能触及到神的神圣和威严 只有这俩字 才能为人类的延续 争取渺茫的机会 果然 神明们因此而被触怒 会场中心的脑椰子宙斯 第一个接受了提案 只见他摸了摸身边的猛兽 孱弱的身体 瞬间肌肉暴涨 下一秒 猛兽就像领麻布般被拧成的肉干 老年人的暴力 就是这么的纯粹和直白 神与人类的战争 就此拍板 希鲁特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惩罚 但安全只是暂时的 希鲁特当众贬定的众神 这笔账 无论如何都是逃脱不了的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希鲁特也知此举风险 但他必须要站坐 因为与神相比 人类与他们女武神的关系要更加密集 人类还真是厉害 在天上都有关系 仔细一瞧 希鲁特的身材真是超级棒 秀宁的长发随风而动 让人浮想联翩 嘿嘿嘿 在会议上乱搞了呢 你可要小心啊 还以为是谁了 一模巴斯主动找上门来 这满脸的音效 已经诉说了他的奶意 一模一把扭住希鲁特 长长的舌头 带着玉叶在希鲁特的脸庞 上下打凉 仿佛在说我想把寂寞融入你的身体 屁 我绝不会像你这样的人低头认输的 虽说希鲁特嘴上强硬 但身体却跪得实际 然而就在此时 一把如强柱般粗壮的锤子 重重砸在了一模的身上 下一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来者正是北欧的最强神 雷神托尔 这大锤 这大袍子 这威压 仅仅是站在那里 就让人喘不过气了 神里面也有好有坏 有弱有强 雷神和银魔就是最好的见证 救下希鲁特 看来雷神也对这场战斗十分期待 在人类七百万年的意识中 涌现了很多气人 其实在希鲁特的心中 早已定下了先锋 而这位壮士 可能是希鲁特在战场上 见过的最强制 时隔斗日 斗鸡肠再一次热脑非凡 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 换成了26名战士 他们将在场中 为了各自的目标挥洒热血 真是令人兴奋的一幕 首先神明这边派出的是 北欧最强神雷神托尔 只要是神都想见识一下 那位大人的真正实力 而人类这边的先锋 则是人类有史以南最强之人 中华最强英雄 飞将 吕布奉献 人与神的第一战 究竟怒死谁手呢 下期咱们接着看